好了,不要浪費 不如交給你講吧 你講吧 我不知堂之路 你先講第一場電競 第一場電競 三分鐘就解決了問題 整件事,我按完已經忘記了 其實哪一隻欄呢? 當然是Ghost 因為Ghost是最早買完 其實後面都 到8號機 到最後還有 好像現在也有 是 現在也有 好,既然已經開始了 開播了 玩具TV第19季 第9集 剛才玩完大隻熊狼 我們又玩高達 我們又回來玩高達 好了,今次 終於叫做 應該不會再有 下一隻 除非是這個 超越之龍 Versal Knight Gundam 最終形成 大家合 兩個合體之前 他立了無數 那麼多工具 終於進化到這個形態 Versal Knight 其實這個版本 整個盒 都已經整個盒很漂亮 我自己一直都是 整個騎士高達都買的 這個是由初版 之後到 三神器 之後到 撒達 到初版 其實我想說 曲得很好 是的 到初版的 王國版改式 之後到撒達 然後來到騎士高達 中間還有武者 或者是三國那些 我們不計 即是救命 但我想他在結構上 他想做同一套 但來到這個 可以叫做萬能騎士 可以叫做全能騎士的版本 你看到他的盒 其實很有趣 它是特別長的盒 跟之前那兩款騎士高達的 尺寸有些不同 但跟魔鬼高達 是否也差不多 魔鬼高達是大一點的 應該再高身一點 因為他大一點 對 和武器有很多 而這個盒子 你看到它 是藍白配色 加上燙金的邊 其實這盒子很漂亮 但他沒有 現在很喜歡 新派那種 在後面打開窗 讓你看看頭的 算吧 畢竟是雲碳 隔著飛盒 你甚麼都看不到 我們盒子 可以先看看 是時候看看 主體和配件 不過我想 在這裡之前 可以看看 盒子的全能騎士 是這樣的 主體是這樣的 是否真的相差很遠 其實本身就着色 是有出入 不過 你開盒的時候 看到一隻全能騎士 是有驚喜的 不是不漂亮 是有分別 但不是不漂亮 沒錯 當時大家看官徒的時候 我會認為它的白色 是像大家砌模型 Titanon Finish 那種灰金屬白色 其實早前 早上一個星期左右 看到有些評測的相片 就上網 當時我是第一個時間想 糟糕 糟糕了 是否應該氣坑呢 糟糕了 然後剛好是阿迪幫我訂 然後我跟阿迪說 嗯 我沒有買過 然後呢 阿迪是不認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直都心大心小 今天就趕雲派貨 想不到我都還沒拿到 因為阿迪寄了回家 現在我們就玩德哥這隻 我一開盒 其實 我的內心也是 當時看官徒 我一直都覺得 應該要是那個 金灰白 銀灰白色 但是看到實物的時候 其實它 我上網看照片 我會覺得 哇 那個白色這麼膠的 真是糟糕了 哈哈哈哈 這次真是稠了 垂筆 開出來 我看到白色是驚喜的 現在你在鏡頭前看 其實它是一個 很純粹的白色 白到像啤膠色 但是呢 我們看實物的時候 它本身的表面 是一個很厲害的珍珠 一點點的coating 是 就是有點像 你在街上看到 那些車是珍珠白色的 那種 而且它是有一點點的珠光色的 實物上來說 我看完 嗯 我馬上跟阿迪說 嗯 你才是一大便 哈哈哈哈 其實我想說多一點點 阿迪在拆盒的時候 鑽研這個全能騎士 是很讚嘆的 這件事 我覺得 基本上是對這一件產品 它本身都應該有幾多的評價 還有感覺到 咦 這筆錢 托賴應該都沒有騎到 其實因為騎士高達物語的系列 我小時候開始玩 即是當年就玩SD 但是呢 到我大了之後 其實第一次看到景品的 那個等身比例版 是覺得 哇 好有型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中古騎士類型的東西 然後它出了等身版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哇 很漂亮啊 要買 因為它那個版本還有很多拉花在身上 不過身形 腰也太幼 我就覺得有點誇張 那之後呢 到你想買另一隻的時候 就要買以前出了一個 那些人自己做的GK版 嗯 那麼GK版其實到現在看 都還是很漂亮的 甚至乎我會覺得比這一隻 嗯 但是畢竟它只是GK 而我也沒有過功力去做 所以 真的沒有 而來到現在呢 就看到 終於出了一個成品版本 而且設計OK 結構OK的產品 所以我個人來說很開心 不過 少少吐槽就是 我一直都覺得 騎士高達 即 頭呢 這個頭 真的太小 或者是它這幾款的頭 都是太小 我自己反而 我不是說它大 不過這個比例 在 即是 目測的感覺 我又覺得不算 太小 太小 但我自己來說 反而我都叫做 Buy這個比例 應該說 可能是面罩 眼罩的部分 尺寸小 因為大家一直在玩 雖然它頭很大 但它的觀是更大的 所以來到這裡 我覺得有點違和感 就是觀的尺寸小 到一句了 整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 看回它的白色 可能有一句 你現在打了光 你以為是純白 但其實它是珍珠白 所以 托蘭 今次 雖然和觀圖 我只覺得是有少少出入 但是 它也是漂亮的 有些人說 相似SDX 全能 那隻白 又不是 它這個是珍珠白 看圖 看片 看不到 自己出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看看 我們又說 少少的故事 這個全能騎士 怎麼來 其實在故事後 它是接著三神器 它三神器的時候 以為拿了三神器 已經很厲害 但是它之後 就遇到這個魔法的殺殺地 就被人打碎了 夏之海和力之盾 是 然後 師傅幫它修復 重新短造 就把夏之海 整理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也有夏之海的影子 另外 而力之盾 去了哪裏呢 就是去了 那裏 那裏 你又說 哪裏 哪裏 哪裏會見到這個力之盾 就是你會見到 力之盾本身有個十字 這裏半個 另外一邊半個 那裏 他就將它兩個 這裏 一分為二 裝在兩邊肩膀 然後他就用著這個新的規格 加上他這支 強化過的電磁槍 就去抽這個殺殺比 後面就抽贏了 其實你看到這支電磁槍 跟之前的版本是有不同的 當然主體的一些件 是一樣的 它金屬色的處理很美 你會見到銀色是很美 它有少少藍灰銀的感覺 有些燈打下去 那種反光的落金屬感很強 還要有花繩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推它 它就會有剪開的功能 而它剪開 這支電磁槍只有一部分 咦?你中設定了 它在大小邊 它剪開的時候 它剪開的功能 只是一部分 因為它除了剪開之外 它也可以手打開 這支電磁槍 這支電磁槍的大絕 對 大絕 你又可以在這個狀態裡吸收 它這支電磁槍 本身可以插在手上 亦可以把柄 這個柄是不足夠的 不能夠的拉長 它就插在手上 這樣就跟莎莎比抽 我們現在 時間關係都插上手 好 或者我先把它拉下來 看見本身它的台座 也是秉承之前 那種華麗的感覺 和令得交關 左手右手 右手 好 還是我們再玩可動 好 那我先說一些故事 它用這把強化的電磁槍 就打贏了沙撒比 其實其後 它一直講故事的時候 其實它還有這個背包 這個背包是什麼 這個背包其實就是 大家會看到它的人馬模式 而人馬那雙腳 其實是這個背包 這雙腳 它就打開這個後面 就蓋上一雙腳出來 但是很可惜地 我本身以為 他們去出全能騎士的時候 有機會會 完整他這個人馬模式 可能因為 基於這個尺寸比例的關係 要做回這麼長的腳 在這裏 可能就做不到 所以我想他們 因為這個關係就減掉了 那背包也是這樣插上 背部 我本身也有一些關節可以展開 去到這個故事的中期 後面 國王那邊 就將 這把寶劍 刺了給它 而大家都會覺得 這把劍和當年的驗之劍 比 算不算了 其實這把劍也有它的用處 而去到後面 它是和驗之劍合體之後 就成為了瀉血之龍的武器 厲害 即是有火的那把 那些火還要像金屬色閃閃閃的那些 它將來又出了這個正常比例 人都瘋了 除了上到背包之外 你打開這個部分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個勾 可以再打開 在這個勾的部分 你就可以將它斗篷的勾 勾回去 這個設計很穩陣 而它的勾本身的尺寸都頗大 所以都會比較實正 這把劍除了可以這樣剪開 收起來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有這些前後的動作 甚至是一些水平轉的扭動 這把劍本身的可動的範圍很大 而這個斗篷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之前的版本 也會玩過 基本上一樣 只是換了裝配的部分 主體的可動 其實也是一句 如果你真的玩這個 MATAL ROBOT 魂的可動 其實我覺得騎士系列 相對比其他系列比較差 不過差還是差 它已經在一般的玩具來說 水準以上 頭本身始終有這麼多角位 你不要預計可動性高得很厲害 而且我個人覺得這隻的頸部 是有少許長的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它再短一點 它的可動性會再差 所以我覺得 為了遷就著 你起碼可以低一點頭 去做這些事情 可能因為它兼容多一點的關係 另外剛才玩這個盾 也是用一個球形關節 所以就不用擔心動 那樣東西 本身也覺得 其實看回手的設計 和一般模型的設計 基本上沒有大分別 所以在玩的時候 都不會特別好或者特別差 但就著手臂的對摺 剛剛的盾遮一遮 是極限的 90度多一點 就是一個單關節 足夠玩的 而且很實 對 很實 所以玩的時候 也不用怕會鬆 換手也是用正常的球形關節 這些球組 可以把腰部拆開了 腰部拆開了 我想如果拆開了 它會不會 好 看到本身也是分了兩節的關節 變成在動的時候 可以把腰部拆開了 可以把腰部拆開了 把腰部拆開了 和胸部拆開了 拉上去就好 好像拉大口 没错 我觉得没什么所谓 下面腰和股关节是正常的波绽 另外就着裙甲全部都可动 还要可动得很可怕 所以在脚或移动时 就不会做到很大的障碍 而最可怕的地方是前双双甲 你会看到是做得很明显 它已经拆到解体像机 但你问我其实作用是什么 我又不太确定 因为你会看到它是和股关节 是可以特意做多一节出来 令到它的距离拉长很多 但这一块脚 你除非是踢脚踢到上天花板 否则我又觉得 需不需要做得这么多 我估计拉出那一刻 可能是为了想避开腰撞下去 会发现问题 反正都已经脱了腰脚 可以看看脚关节的设计 大家耳熟能长的半圆球式关节 可以拉出来便可以踢得多高 膝关节同样地都是双重关节 不过是极限 虽然未贴到尽 但我们也认为无需贴到尽 这里已经被凸凸了 但这系列通常有一个弊病 就是膝关节的正面 弯了脚后便不太好看 平了一下 就像去年代的玩具 这里是千值链 即使是同样的尽量 做得比较出色 另外是脚裸关节 刚才也特意脱出来 可以让大家看看 它本身这里有一个关节 脚腕上有一个关节 变成可以动得很夸张 不过这次反而 全能骑士的脚掌 一体成型 没有特别在前脚掌和脚肘的位置做分裂 所以这个是不能动得的 但对于这个尺寸的玩具 有时是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小 如果前掌做一些打组的时候 它不足够空间去做 而硬做 有机会你站的时候 它的脚腕 前脚会向上反起 我刚才玩这个 X3也有 你连站也难站 而这个情况在高达方面 也挺普遍 因为高达拆件的时候 通常是整个前脚掌一起动 而不是一个脚尖 如果做脚尖便没有这个问题 刚才有说过这个剑套 可以放在哪裏 而这个剑 我装配 你会看到背后 其实有几个装配位 剑套主要是装在这个 后面有一支柱 有件外加件 在这里套上去 但有一件事要注意 因为它这个部分 其实有上色 所以如果你装的时候 它有机会刮花过油漆 刚才装完之后 也没有太大损害 因为它里面 做了一个六角形的洞 六角形令它的弹性 比较大一点 所以装拆件的处理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装配 都会改为六角形 装的时候 转弹一点 转进去 它就会看到 这里有个扣 它这个扣 就可以将这个剑套 你见到这里有两个坑纹 它就是将这个 不断用少量力 套上去 其实它是扣住的 因为太实 可能会花 红色那边没有上色 有上色 但它只是在啤色上面 上了一个很浅薄的珍珠色 但是这个也会有一些危险性 而它上了之后 它是没有一个很正式的固定位 所以你会看到它可以这样拖开 好还是不好呢 是不好的 因为轨道里面的一些油漆 会被刮掉 所以就小心点玩 然后把剑 刚才还没看 把剑的上色非常漂亮 特别是银色 我估计它应该是做了电度的银色之后 再在上面噴了小光 所以你会看到 颜色很漂亮 很金属 不是银粉 不是银粉 这个应该是电度 因为它旧的一只 我都有 它持续剑的位置 持续剑的位置 你持续剑的位置 持续剑的位置 它会变得亮 就是脱了面的小光 它就会变亮 你会看到上面这些 还有分为磨砂金色的装配件 而这个金色也是很漂亮 其实这把剑扎很漂亮 就是筋铺圆 我们就把剑扎掉 你会看到剑桶很大的位置 好啊 我多害怕 太小了 太厉害了 但是它有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框位 其实它刚刚有一个洞 对着它 所以你推进去的时候 给一点点力 它就会卡住 它就不会飞出来 这个点子切得很好 可以的 它是用一个有喷油的地方 去这样做 而它不是很紧的 在装了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上背包 这个装配件 就放进去 装完之后 如果要上全装 其实它这个洞 在斗篷上面 是会有一个洞 可以让你装上 打架 真的不会浪费 而这个枪 其实之前也是这样装的 它怎么装呢 它是将这一段 中间拉出来 你会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虚位 它另外 这里还有一件勾件 它就勾在这里 不要紧 幸好这个底部 是软软的 没有意外 没有意外 它吸收之后 听到拍一声 它就可以插在背包里 所有东西都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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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亦都 不过有座 对 有地台 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 我是真心非常喜欢 很友人 很重装 什么都放上去 很吸引 而我觉得它比撒旦更加吸引 小腿的金属灰 金属灵真的很好 它在它的状色损色上 用得很好 你会看到它的银色 其实它有四个银色在上面 金属也有两个 例如 它头部 其实这个棺 就是摩壑的位置 中间的垫是有油到金属 是的 金属 它是非常细心去处理它 不过 我觉得唯一遗憾的是 因为 骑士高达的眼罩 其实是吸下来的 而它这只就不能吸 甚至我会觉得 它这个眼罩的 成型方法 比起第一弹的版本 它这个是有拆件的 但是在这里 它好像拆件之外 还有点通洞 但是这个 就是这样 游黑的那些垫位 我个人对这个部分 有点失望 整体来说 形容有点差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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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其实 你现在看到 它背了这么多东西 我这样企业 它也不坏 除了连铁 才可以 是的 这个就是 连铁的 特别之次 重点 是要 两把东西 全部 才是真真正正 一个骑士高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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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一问我 这个骑士高达 会不会有马 它本身就是人马模式的 它的背包 其实它现在的背包 它这两个位置 是后脚 它在漫画中 它这个位置 就会降落 成为一个骑士 你会出配件 你会变成人马模式的 我会很希望它出 但是 我觉得它主体 我希望它只是出配件 不要是全只再重新出一次 我会哭 但是它是够胆死的 因为它之前 它将主体 改了少少件 就是出了王国版的 另一个灰色 是 蓝色 加上改了少少件 就是另一只 那我会 觉得它有机会 改了白色 它变成灰白色 然后再九僵再出一次 但它如果出人马 那只人马 那只可以变成人 你不知这种原因 不行的 它是真正的 哇 BANG DAI 还要蓝标 是的 有师兄说 艳之剑是去了十大黑龙 那后面 它和撒旦 就合体 变成了超智龙 挺正的 是合体 背部还没差好 很漂亮 其实很瘋 大家在镜头面前 镜头后 都看不到整体的震撼 但是它的白色 在实际表现 实际的时候 真的很漂亮 对 我一看电话 就好像出色 对 就是白色 这是很考功夫拍摄的 可能你的环境很分暗 然后打很小的灯 来把它散开 灯出光 对 也不需要特别摆一些很夸张的姿势 就这样已经霸气尽露了 而且为了增加质感 你会看到它用这些银色 或者这个蓝银色 它是用一些很粗沙的方式去噴 你会看到有一点点的質感在上面 所以非常高质 我个人唯一不喜欢是红色 觉得太沉默 不过它如果行真实系 可以了 接受 好 基本上要玩的 我们也玩特 大家有兴趣的 应该坊间这一款 我想没有炒的 1300元 我不记得多少钱 1200不包运费 这个是齐头 应该1300元 这一款就很高质 因为这些去到后面 不知为何又会升少少 这个系列也不算升得很厉害 反而刚刚那只 很多人就持平 三神器升到后面 但我想说 撒旦我现在完全在街上看不到 对 对 你说市场价格的 我都回答不了 我会等待撒旦后面的形状 我会期待 而三神器好像去到千尾 好 好 今集先玩一会 稍后见 这几次都这么快 很快吗 很久 很久 差不多半个小时 你喜欢好听 真的直接说 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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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就这么久了